不好意思 我們戴口罩是因為我們要打小廣告 打廣告 幫我們照這兩個字一下 直徑 那待會那個雅音媽會幫我們發給大家 我們今天帶了一個小禮物 直徑的基地 這個基地的未來就會在我們台北的東區會所 那這是個什麼的基地 待會我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是歡喜做慈濟 但雅音師故意一直跟我講 你一定要先講這個觀念 沒錯 但不一定對 大家看到沒錯 但不一定對 這是這邏輯怪怪的 沒錯就沒錯 怎麼還會不一定對 這邏輯有沒有打架 不會打架 是 大家都很有智慧 我先講一個故事講完 我要來溢溢亦華看完這個故事的感覺 好不好 好 真正的貧窮 一個富翁帶他兒子去體會貧窮的農莊 貧窮的農莊 然後父親看完之後問他說 兒子知道什麼叫貧窮了吧 兒子當然 爸爸我知道什麼叫貧窮 爸爸就好 那你帶你來就沒錯了 你講講什麼叫貧窮 他說爸爸 我們只有一隻狗 牠們有四隻 我們的花園有五十米長的游泳池 牠們有無盡無限的海灘 我們有進口的水晶 水晶燈 讓牠們卻擁有無數閃亮的星星 我們有幾十目的原地 但牠們游泳在一片無際的草原 我們用工人來服侍我們 但牠們樂意去幫助別人 我們用錢來買食物 牠們用耕種得到食物 我們用牆來保護自己 牠們卻有朋友來保護牠們 所以他的孩子說什麼 我們實在太窮了 不夠散對不對 這個故事要跟我們講 我自己體會到的兩個觀念 我自己體會到的兩個觀念 我不知道說妳看完這個故事 妳有沒有什麼體會 我的體會就是原來貧窮離我們這麼的近 真的很 就是窮 有的時候窮的定義 我們在就像國際師中一開始分享 見山是山 見山還不是山 到底是什麼 看到人家那個游泳池 哇 好羨慕喔 家裡就有自己的游泳池 可是卻沒有想到大自然帶給我們的 更多 去爬山要不要費用 不用 可是我們就羨慕 羨慕人家掛著一幅又一幅的大十幾的山水 或者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就感覺到 哇 如果我也有那樣子的 沒錯 一個地方那該有多好 人都是這樣子 其實很多的時候 我今天一開始講這個故事就是 一定跟我主題有關啊 沒錯但不一定對 孩子要教導 爸爸要教導孩子什麼觀念 你要努力工作才可以怎麼樣 像我一樣這麼有錢 是不是這意思 所以大家去體會嘛對不對 然後爸爸的想法 你能說他錯嗎 你不能說他錯 他覺得他為孩子好 所以在座的爸爸媽媽們 爺爺奶奶們 你們都覺得 你為你的孩子為你的孫子好 你認為沒錯 但孩子的答案 有時候跟你想的不一樣 但不一定對 為什麼這麼多親子相處的問題 因為你用你的價值 需要框別人的想法 那就藏出問題對不對 所以沒錯 你的沒錯 是不是別人的對呢 那不一定 這是第一個我想到的 第二個就是易华剛剛講的 綠色的字跟白色的字 你比較喜歡過什麼樣的生活 每個人的內心都說 我當然喜歡綠色 但是我每天花80%在追求白色 那人是不是發瘋了 人很奇怪對不對 每個人為什麼加熱都往大自然跑 因為喜歡大自然 但是我們人類又一直破壞大自然 所以這是什麼概念 人這種動物是不是很奇怪 有沒有想過 所以你真的要教育你的孩子 到底要他追求綠色的字 感覺沒什麼出息 好像要白色的字才有出息 但是你又真正的想要 讓孩子真的過得像他自己要的東西 這樣大家理解嗎 所以沒錯但不一定對 這是我第一個要給大家的觀念 好好想想 第二個Nokia 這你知道嗎 好 易华 是 Nokia它在2014年的時候 現任的這個CEO 他在記者會上公佈說 他同意怎麼樣 被微軟併購了 我就是想 同意這個微軟把我買走好了 那Nokia它現在在 就跟著那個西門子 變成了那個諾基亞西門子 那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會同意呢 他在記者會那一場 他講的這句話我們注意看 是 他講的什麼 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 但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樣 我們輸了 當場就落淚 所有的高級官員 在當場落下眼淚 他說他們那麼努力 他們也沒有做錯什麼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不會併購了 我們的公司不見了 所以沒錯 就代表你做對了嗎 來 再繼續看 這個大家知道 柯達對不對 柯達 柯達也是那時候 我們共同的記憶對不對 對 只要是 你抓得住我 柯達就是另外一個品牌對不對 柯達也是因為 他沒有意識到數位技術發展那麼快 他沒有及時趕上 當他發現的時候 為時已晚 所以呢 他就倒了 但是諷刺的是什麼 推倒柯達的是 他的什麼 影像技術 所以最早的發明居然就是柯達 柯達 可是他卻沒有與時俱進的跟上 那他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可能 我覺得是一個小宇宙小世界裡面 去想像著大家很需要我 每一個人想到底片 想到相片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柯達 柯達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重創 那現在 以前我記得我們去洗照片的時候 還是拿著底片 對 我們想要去把一張一張的照片 沖洗出來 那現在在翻開30年前的照片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 他的這個技 他就算再好的底片 再好的膠質 他洗出來的相片 依然會泛黃 依然會失真 可是唯有 現在的這種數位影像的技術 可以幫我們一再的保存 一再的向下延續 沒錯 所以其實柯達是教會我們什麼 慈濟現在也非常的壯大 但是 當初 上人帶著我們走慈善 創新慈善 我們一直守著 我們認為的慈善一直在做 我們一直認為我們四大之夜不斷在生根 但是我們有沒有抬頭看別人怎麼做慈善 別人怎麼生根四大之夜 如果我們一直沒有去跟外界做連結 待會我們會講 沒有做connect 我們是不是就像是 很多好的點子是上人獨創 但是我們如果就一直守著這個點子 沒有去看別人不斷在進步 就像是明明他知道這個數位是他們發明的 但是大家注意看第二段 甚至擔心核心業務交捲的地位會受影響 一直死抓著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自己就錯失了自己在上升的機會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不是說好的東西要丟掉 而是說好的東西我們如何要重新包裝 年輕人你跟他講 知足感要善解包容 他說你是在說什麼 你要說 對 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有一個好的東西 你吃了就很高興 那時候你是不是覺得很滿足 這叫知足 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來跟他們溝通 但是你都是在溝通知足這件事情 所以未來我們的推速的基地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要產生 我們要找到對的頻率對的方式跟對的人溝通 這才是我們才能夠永續 所以殞落企業沒有做錯什麼 但實際上怎麼樣 也沒有做對 對太讚了 沒有做錯什麼 並不代表他就做對了什麼 這樣大家能夠理解嗎 所以沒錯但不一定對的概念就是在這裡面 所以看似怎麼樣 一氣崩塌 其實是什麼 日積月蕾輕乎風向 戴滿科技眼鏡 無視環境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是暖化什麼 大家都以為 怎麼突然 怎麼那邊突然變得很冷 還是怎麼突然這麼大的災難 你眼下突然看到的都不是突然 都是怎麼樣 日積月蕾輕乎 人的心輕乎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沒有錯 但其實你沒有做對就不代表對 所以沒有做錯什麼就對了 你看你說我吃 桌上的東西都是可以吃的 我能說你錯嗎 但如果你是這個孩子 拿著母親節的母親卡要給媽媽 就媽媽變一隻烤雞在那邊 你說你吃這個食物沒有錯嗎 大家能理解這個概念嗎 很多的時候 其實這就讓我想到 國慶中剛剛分享的這一段 小時候課本裡面 老師教我們什麼 我們就認為都是對的 於是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 我從來沒有過懷疑 我以前學的食物金字塔 沒錯 但它不一定是對 所有在課本裡面 老師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都深深記在我的腦海裡 那老師說奶蛋魚肉豆 到現在我弟弟的小孩 直次回來都還是跟我說唱歌 幼稚園教的歌 還是奶蛋魚肉豆 叫做均衡營養 唱唱唱唱得好開心 我剛剛懷疑 姑姑妳知道嗎 老師說就是要奶蛋魚肉豆 他轉過身來看著我 姑姑妳是全素 他現在大班喔 他會告訴我說 全素 蛋奶素 什麼素 我說對 姑姑就是全素 那我能告訴他說 老師教錯了嗎 不行 這就是剛剛國慶中說的 我們怎麼樣不同 用不同的方便法門 讓孩子理解 用不同的語言去對接 去接引 我們想要接引進來的人 所以這個概念確實很顛覆我 但是我每天也在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沒錯 真的就是對的嗎 我們真的是食物金字塔的 我們是食物鏈的頂端嗎 還是說我們其實也跟所有的眾生一樣 所以那到底要怎麼辦 好這兩個 放在天秤兩端的這兩個東西一樣重要 首先就是要怎麼樣 做對的事 所以上人說對的事怎麼樣 做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要先做對的事 那當然對的是你認為對的 還是別人認為對的 這個就是大家要討論 然後在對的事裡面 所以你還要怎麼樣 把事情做對 這樣就要送給大家 好 大家去猜一猜 去想一想這個概念 這句話我忽然想到了 我們如果是用台語來 向人來講的話 對的事要怎麼樣 做就對了 那我就想要 如果我是跟年輕人接引 我想要跟一些這種 從國外回來的孩子 我可能第一個想到的 我就會用英文跟他做交流 Do the things right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其實就是我們要去想 那樣子的一個方便法文 怎麼樣用不同的語言 我如果看到阿公阿嬤 我們說我們這樣 對嗎 要做嗎 要這樣好嗎 好 那我們看到小朋友 真的很配合 待會兒送 送 然後看到小朋友 假裝國際使用師小朋友 小朋友我們一起來 愛護動物好不好 好啊 你好棒喔 你好愛動物喔 那我們看到不同的對象 不同的根基 我們就要轉換不同的語言 讓別人聽得懂之外 還要怎麼樣能夠做得到 所以 所以沒錯但不一定對 是今天給大家這個觀念 沒錯是你認定的沒錯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 大家認定對的東西 我們要先選出來 但在對的事情裡面 你要如何再做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做好人做好事 不代表你不會做錯事 你不會傷人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就是相互呼應 感謝大家 那好 進入第二個主題就是 我們都知道 吃素是上了每天講的 那我們很努力的想要 用不同的方式來推素 如果我們在思考 到底要怎麼做 那素食的三大阻礙 人很奇怪 好吃方便 好吃方便便宜 這三個 如果你都有的話 你一定大賣對不對 又好吃又方便又便宜 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東西 小個短話 對小個短話 但是裡面可能加了很多化學的東西 怎麼樣 所以但是素食剛好是怎麼樣 大家認知 不好吃 不方便 不便宜 所以前面都加個佈置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一般人就是因為 就是說素食給他觀念 但是我們發現 我們框起來的那三個 同儕的力量很重要 你找到對的人 或是你願意帶 你認為跟你是好朋友 你願意帶他去 他會改變的 所以如何把好吃方便便宜 所以跟素食畫上等號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要去想的點 怎麼樣能夠達到這三個 所以我們在花蓮 有去過慈藝會都聽過 我分享的 上面四個是什麼 全台首創 繼UberEat跟FuVenda之後 我們創了一個素食訂餐平台 裡面都是素食店家 然後我們是訂餐 而且我們的訂餐是用環保餐具 所以我們有一個口號叫 訂Vo2怎麼樣 將CO2 所以以後到華蓮 好不好 歡迎訂Vo2 將CO2 待會有空我可以讓你們掃一下 你們回花蓮可以訂 好不好 現在只有花蓮有 不好意思 不要再問我說台北為什麼沒有 先從花蓮做起 花蓮如果都做不起來 我都不敢來台北了 因為我們台北有另外一個案子叫直徑 但是這個案子 未來可以跟直徑合作 我們最大的特點 UberEat跟FuVenda 都是一次性的垃圾 終究會被環境淘汰 你要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剛剛講對的是要把事情怎麼樣 做對 做對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吃素 就是為了要推環保 但你用方式又是一次性的東西一大堆 你又在傷害環境 上人說骨髓捐贈不會因為救一個人怎麼樣 去害一個人 那你為了吃素推環保 然後又製造了一大堆一次性的 但是國際車很難 這怎麼回收 就是難才要做 簡單還找我對不對 是不是 我就要克服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環保餐具 我就是要用環保餐具來做這種 外送平台 雖然困難 但是對的是要把事情做對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理念 那當然全台首創的直徑複合式基地 那這個基地到底怎麼來的呢 這未來會在我們松山火車站旁邊的那個地方 好不好 一到松山火車站你就可以馬上找到這個基地 看它是不是很有現代感 這個基地的兩大目標接引年輕人推速 所以希望說你們都很年輕 不要說那我不是年輕人不用去了 不是不是 要你們帶年輕人去拜託大家好不好 你們是很大的號召力的 那它主要的重點就在這六大 六大的圈圈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一定要接地氣 不然你要用什麼都是用很理論的 我說你來這裡 你看我們吃素的人 你買東西要去一個地方 你學東西要去一個地方對不對 你聽東西要去一個地方 你做東西你要去一個地方 你看素你需要一個地方 那我跟一華就想 有沒有一個地方什麼都有的 叫做復合式 所以你看你來到我們這個基地 你就買得到 你就吃得到 你就聽得到 你就互動得到 你還幫助得到 你還學得到 有沒有很棒啊 真的很棒嗎 真的很棒 謝謝啊 那我們請一華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基地好不好 所以方便法門開了沒有 開了 會不會大家覺得 如果我們要跟 稍微接下來的新世代來推廣 這樣子如數的互生的一個概念 再告訴少年人說 我跟你說啊 我們這個次數啊 就是你造福基福 你們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有沒有辦法 跟我們有 產生 頻率共振 有沒有辦法 很難 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福啊 然後你再跟他說 我們不知道 是明天先到 還是無常先到 年輕人會跟你說什麼 我叫什麼 即時 行了 你這樣子跟我說 我真的很無感 可是我們來關心一下 現在年輕人其實很關心什麼呢 極端氣候 現在年輕人呢 其實也很關注什麼 疫情 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讓它產生一個連結 並且讓他們產生一種使命感 就是我們才是那個真正可以來修復 與大自然關係的那一份子 如果不是我們 那誰來呢 嗯 如果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呢 嗯 哇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可能慢慢的 不再是去接受到過往的這種 概念 那這個 Respect 這個字就是尊重 也就是來自上人的法 我們說的感恩 慈激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就是尊重 無論老根有多麼的強 我們都要飲水 思緣 這就是感恩 所有師姑師伯們 師父們 一代一代這樣子 那生活中的美好 來自於就是剛剛說的 我們每天很認真對待的每一件事情 我最喜歡聽上人在座分享的時候 最後講的三個字 多用心 我們用台語來講一次 多用心 我每次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 我都會去街舞伴 對 因為 我有在感受 那是不是 我們如果轉換一個說法 就是跟年輕人說這句話 生活中的美好 就來自於認真對待每一件事 早上 該刷牙 起床刷牙的時候 就認真刷牙 要不要一邊刷牙一邊划什麼 手機 很厲害 現在人都可以一心素用 那我們這個直徑這個基地呢 推述平台呢 我們有很大的這個七個面向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責任 以前講說來測試一下大家的年代 國家新王 什麼 皮膚有 皮膚有 我不會 我立刻考著 我假裝不會這樣子 他假裝不會 他什麼你在講什麼 他裝年輕 對 這種責任 我們就必須要從我們的生活當中 來告訴別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基地的責任就是 推廣好的一種 新的一種生活的型態 植物飲食 那我們的同理心 同理心不是同情心 說這很可憐 這人這樣這麼可憐 不是 同理心是 我感受到你的感受 剛剛國際師兄在講 他在撿動物 然後我就在回想 原來我會跟國際師兄 有這樣的緣分 能夠在這個季 原來是我也很喜歡撿動物 那我最近是撿的動物 是在中山北路 跟市民大道交叉口 有一隻老鼠被 應該是被摩托車稍微撞 那剛剛吐完那個雪 那就在 我也撿過這個 在路邊 我自己壓到了 好 這可能就是因緣 好 然後我就 如果有空 我再跟你們分享 那種心情的故事 自己在救動物 自己壓動物那個心情 很不一樣 痛到痛不欲生 很痛 所以我就把 女生在路上撿老鼠 會不會很奇怪 一定會 我還是把牠 勇敢的撿起來 然後 好好的把它放到 有土堆的地方 稍微把它蓋上 所以這個 我也能夠感受到 那一念 動物出動的事 牠是我們兄弟 對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 但可能就是我的兄弟 再來就是真誠 當我們很真誠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能夠吸引到 我們想要吸引的人 因為我們是真的發自的內心 想要為每一個人好 就像今天一開場的 常常有師伯在講的 煩師兄 對 煩師兄 煩師兄這邊所分享的 牠很希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重新審視 來 我們有三個根 對不對 會根 會根 夠會根 會根 好 三個自己Google一下 沒有 查不到 再來 再來就是純真 那純真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內念心 就是像我們在 像人跟我們講的 心寬 念純 對 那我們很純真 所以這個地方 沒有任何動物的產品 那再來 生態友好 顧師兄 您講了這麼多的環保 講了這麼多的推述 您覺得生態環保的這句話 為什麼觸動您 其實我們 我一直想說 大自然無時無刻 不再教育我們 你自己有沒有打開你的心 去關照 那大自然願意教你 你如果不願意去學 那你就每天就是閉著眼 已經在走路一樣 非常的危險 那所以生態的友好 也就是說 你如果願意去親近大自然 你就會感受到 它給你的教育的力量 這就是我很深刻 所以我 其實我偷偷跟你們講 我一直有一個希望 寫一本 我自己對大自然體會的書 就是把我那些故事 把它整理好 出一本書 但是 但是 時間可以累積 我一直看到那個漏洞 時間不是流逝 我今天跟你們發了這個願 看我是不是有生之年 能夠把我這本書給他做出來 大自然給我的體會跟教育 我一直很想到把我 對大自然的這樣的一份的信念 它教會了我什麼 我真的很想把它集結出來 希望能夠對死的活人有幫助 我以後死了 你們知道我出過這本書 OK 那我們因為有像國際心中這樣發這樣的願 然後他想要寫這本書 慘了 被逼到發怨了 逼到發怨了是不是 給他挖了一個洞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連結 因為有些人真的就是因為熱愛自然走進來 有些人就是很熱愛去分享食物的美好 有些人就是很喜歡看到我們吃自己人那一份 那個臉上的那個笑容 所以我們連結的 就是透過很不同不同的這個視角 這個字是最重要的連結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一邊 也是在做連結 對 很感恩大家 所以看一看各位師姑師姐 旁邊的師兄師婆 旁邊的夥伴看一下 用眼神跟他試一下 連結的另外一個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溝通 你要連結就要溝通 所以這兩個字都是C喔 你有沒有發現 趕快立刻手比起來C 那接下來很重要的就是 科技跟透明 科技跟透明怎麼做結合 現在其實年輕人都很關心很多的議題 我們怎麼樣把它善用我們的科技 並且讓大家更能夠看得到知道可以去做到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這樣的一個證明 所以這每一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加起來就是 尷尬 這是我們要傳達給年輕人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像年輕人的話語 謝謝 OK 所以我們在這個基地剛剛國師兄講的 有開啟六扇門對不對 吃得到買得到用得到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在這邊辦活動 那我們會推動環保 上人一直在說 我們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已經做很多年了 可是清淨終究是在源頭 而且我們的環保也需要精緻化 怎麼樣來做精緻化 不再是大家把所有不要的東西送到環保站 而是你要去把它洗乾淨 甚至是我就是要去減量 那個才是源頭 那我們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要扶植培育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以後你的孩子都可以送來這裡 好不好 那如果有需要 就打我們畫面上這個電話 空八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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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年的創意 這是我們的語言 我們就想要來跟年輕人 空八空空大家會笑是因為我們有 對 所以我們有共同的年代 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我講空八空的年輕人說 你是在說什麼 你是在唱歌 對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就是能夠透過這樣的一種連結 讓大家不同的行業別 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世代來這邊做交流 最重要的 我們有市集 我們有餐飲 我們跟無肉市集合作 對 我們跟無肉市集合作 經常會辦市集喔 哇 我們有很多的市集 然後我們有餐飲 餐飲可以劇透嗎 可以 可以劇透 我們兩家非常有名的餐廳 兩家非常有名的餐廳 對 非常有名的餐廳 世目以待 然後我們還有超市 全素的 Vegan的 我們這個超市是Vegan 就是全素的 無大無難 你會說現在全素的人口很少 你們怎麼敢做 我剛剛一直講 對的事怎麼樣 做就對了 對的事把事做對了 是 把事做對了 別人不敢做 你一定要做在前面 當別人要跟的時候 你就是領先者 如果你就是做 別人已經在做的事情 你永遠沒有辦法成為領先者 所以我們要勇敢的去看到未來 把未來看到 你才能真的去做永續的事情 所以純素一定是永續的 不是 因為環境真的 存在不起人類這麼大的一個消耗量 所以也只有人類的生活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健康 我們才能夠跟這個地球共生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一定要做純素 是因為這樣子 對 你們都要幫我講話 不要說 為什麼不做淡奶素 要做純素 你們就要怎麼講 不會講 好 再去吸收一下 對的事把事情做對 純素就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我敢保證未來的趨勢就是純素 沒有辦法 因為養不起這麼多牛去擠牛奶給你喝 養那麼多雞給你生雞蛋 吃雞肉好像是殺生 你要吃雞蛋你不用養雞嗎 你喝牛奶不用養牛嗎 一樣 都是畜牧業還是那些牛雞都在的話 環境還是一樣的 是 大家去想這個道理 所以飲食的改變就在現在了 對 所以就在現在 那我們透過剛剛那樣子的一個目標就知道了 我們會有很多的活動 不同的 包含我們可能料理啊 包含我們的一些工作坊 還有我們會邀請一些大咖 來跟我們的不同的世代 來做分享來做交流 因為我們需要跟大家創造不同的語言 那同時我們的舒宣也做了很大的突破 我們會變成一個親子友善 親子共獨的一個多元空間 爸爸媽媽那帶孩子 你可以帶孫子去 把他放在那邊 你就可以去喝咖啡那種 好吃不很棒 真的 所以我們透過plan based 就是純質物飲食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跟整個世界 再跟未來做一個接軌 還有一個羅買羅賣 重點 羅買羅賣 看到沒有 羅買羅賣 就回到原始的 雖然上人一直說要我們去找什麼葉子 什麼來包 我們努力 但是希望鼓勵大家自己拿自己的容器去裝食物 這也是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我要拜託大家 不要覺得不方便 出門還要帶個瓶子 但如果是變成生活的日常 你們現在會覺得帶環保餐去很不方便嗎 只要你相信的東西你去做 你做久就成習慣 習慣就是你的好命的開始 命好不如習慣好 謝謝大家 真的 太有智慧了厲害 我們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在我們東區會所地下室外面的這個秀面 大家看到有沒有很想去 有 會不會想要帶 我們的自己的孫子 好沒問題 帶孫子 帶孩子 帶你的會員好不好 對 都來這邊走一走 而且以後是怎麼樣 回花蓮 以後不要在台北站下 要在哪裡 哪一站 在松山站下 松山火車站 然後先去逛一逛我們的超市 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再回家 對不對 吃飽 先吃再買然後再帶回家 有吃還有粒 然後車子就可以停在我們松山 你看多好 對 講是不是很美好 講的都比較快 這做就很難了 我們這一年真的是不知道過什麼日子 那預計在什麼時候 預計 我們先預計 今年夏天 那正確的月份 我還先不要 6月 希望在6月 希望6月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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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6月 我們先來一些劇透 對 那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怎麼跟他溝通 其實他很讓我很感動 他是一個中心大學 可能已經畢業的一個學姐 他說他還沒有開始吃素的時候 他就想 其實年輕人都有這樣一個心願 最近烏克蘭很多年輕人施賴我 因為我傳信 他們就說 那我到底能做什麼 對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會問自己 如果我要為這世界上做一件事 我可以做什麼 那以後你們就可以怎麼跟他講了 吃素 最簡單的一件事 幫助自己 又照顧世界 照顧世界最好的方法 以後如果年輕人問你 你就跟他這樣回答 所以他你看 然後他選擇這個 他說如果你真的相信一件事 你要讓它發生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停留在想 那你要勇敢去做 不要問值不值得 重點在過程 他就會給你答案 其實這個年輕人讓我覺得聽得 我覺得很棒 所以擁有一個假期不是夢想 擁有一種生活模式 才是夢想 得到一份工作不是夢想 是一直做你喜歡的工作 那才是夢想 所以我跟奕華 就是勇敢的推述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的使命 也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希望越來越多人 能夠救運進來 也相信上人教導我們的 怎麼樣透過我們小小的這些改變 那找到對自己 我想每一個人都想要有那份成就感 找到對自己 對社區 對社會來說的那一份 承擔的那一份願力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想解決事情的這個能力 地球暖化怎麼辦 將來的小朋友 如果沒有乾淨的水喝 沒有清潔的糧食怎麼辦 地球一直不斷的暖化怎麼辦 那下面這一段話 那所以我們不是只讓年輕人 知道這邊體會 我們青年實踐力你要真能 你要讓他有能力 他才能夠去實踐 所以未來我們 剛剛講我們是一個 培育年輕人的一個基地 那是培育年輕人的基地 就是要他真能 所以未來孩子也可以送到我們 這個基地好不好 好好的我們培養他 讓他變成世界友善的公民 因為所有的事情 事業的成就 都是從非常細小的事物 開始累積的 那我就從最貼近 我們生活當中的行為來發起 那我們最貼近生活的行為 就是每天都要什麼 張口就要吃 就是剛剛講的 三個口堆積成三就怎麼樣 堆積如山 感恩范師兄今天的 這個這麼有智慧的說法 所以每天吃什麼很重要 吃素不一定就健康 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以為你吃素就健康 所以要有健康的飲食觀 所以我們現在有健康挑戰21 以後會有一系列跟大家來分享 吃對東西才健康 不是你吃素你就認為就健康 那也是不對 那現在我們跟年輕人溝通 這個非常重要 你不要他馬上變成吃素 他會覺得 你這個我不買 我不買 你可以變靈活的素食主義者 什麼叫靈活 就是一天一餐素 好不好我們來推一天一餐素就好 這是什麼概念 台灣有2300萬人對不對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 一天一餐素 那一天有幾餐 一天有幾餐吃素 2300萬餐對不對 那據說台灣現在有300萬的素食人口 但是300萬其實包含了彈性素 跟特定時間素 好不管我們就以300萬來算 300萬乘以每天三餐等於幾餐 900萬 900萬餐 所以全台灣人每一個人一天吃一餐素 2300萬餐 哪一個能夠救比較多的生命 兩天300萬 所以一天吃一餐素 對他 他或許覺得我可以 而且你跟他講 你每天吃肉 全身油膩膩的對不對 你有一餐你選擇吃素的話 均衡你的飲食 調整你的腸胃 你願不願意 年輕人就聽得進去 要不要試試看看 先我們就先推一天一餐素 不要說 國系現在都不推素 我都推一天一餐素 不是 你要讓他先喜歡 你才有機會 你接近他 他願意來 你才有機會跟他講話 所以這是先搭橋樑 connect很重要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有沒有成果 我要跟大家報告 有成果 臭氧層 經過全人類的努力 福利化碳我們都不用了 臭氧層已經在修復了 養醫師也住澳洲 以前我去他們澳洲 他就說 你們一定要用擦防曬 不然那個臭氧一進來 你皮膚會怎麼樣 現在已經越來越 臭氧已經在修復了 因為人類自知 所以 2018年2443 大家還記不記得 2019 2556 2020 2500 上人終於欣慰的看到 終於不再上升了 每一秒 少殺了56隻的生命 每一年少了十幾億的生命 不知道是不是 慈濟人來帶動的 但是上人看到這個數字 至少他很欣慰 覺得我們的努力 好像有看到一點成果 所以我們不要放棄 對的是怎麼樣 你們都說做這個 要把事情做對 選做 把事情做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未來是不是值得期待 未來可不可以預測 未來可以預測 那明天開幾號 有跡可循的可以預測 這樣可以嗎 明年的今天太陽 地球是不是又到這個地方 因為一年365天地球轉一圈 明年的今天 是不是地球又在這個位置 你為什麼知道 有跡可循 有跡可循 所以只要有跡可循 那什麼東西是有跡可循 未來的事就是現在的累積 你一點一滴的做 不管是你的會命 你的生命 或是地球的環境 都是我們每個人 一點一滴跟火金勾一樣 努力你就能夠創造明天 就是有跡可循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未來之所以值得期待 是因為 是因為怎麼樣 每一位的 每一個火金勾的加入 好不好 那都去會鎖這個基地 希望以後好的時候 希望大家一起來 來鼓勵我們 也來看看我們 來關心我們 最後這個講完 我們就結束 這個很棒 這個觀念你們一定要 三萬五大家猜猜看 有獎真答 聽到有獎了 三萬五大家猜猜這是個什麼數字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你覺得三萬五是什麼 上人常講八萬六千四 那是八萬六千四百 秒 那三萬五呢 上人沒講過 是待會我們 要目到這個善款嗎 為烏克蘭目三萬五嗎 有沒有 好時間有限 好時間有限 好那三萬五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天科學家做出了一個算法 每天每個人在做出三萬五千個選擇 你從你要幾點起床 你起床之後要吃 一睜開眼睛開始 你睜開眼睛開始 到你睡覺 到你睡覺 到你拿起水杯喝那口水 一天有三萬五千個選擇 所有的選擇都在那一秒之間 所以我拿起筷子的那個選擇 也是在一秒之間 我想要從婚轉數 那樣子的一個願力 也是在一秒之間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在 2011年的睡末祝福 本來在大陸工作 母親要我回家 回來參加社區的睡末祝福之後 看了上人開示 當天晚上一秒鐘決定 不要再吃眾生的一口肉 厲害厲害厲害 我沒有想到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其實是個無肉不歡 到處是非香港 非日本 我就是要吃 開車開到屏東 我也要吃豬腳 我就這麼想吃 以前是無肉不歡 我無肉不歡 現在是無肉更歡 我無肉好歡 而且我緊歡 開玩笑 所以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三萬五千個選擇 每一個選擇都是對的選擇 對的事情 那你就能夠成佛囉 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 今天來跟我們做這樣的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後面沒有講到的沒關係 以後有機會 不然的話就是 等去直徑的時候 好好我們再做交流 感恩大家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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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毅華下台一舉功 下台一舉功 哈哈